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按赞分享 这个周末台北港举办的一例来 规模最大的一场反恐反斩首的演练 要模拟歼灭恐怖分子 或者是登陆的解放军 美国的国防部做了一个报告 把中国大陆当成的最大假想敌 也因此要派出闪电航母 加入驻日本的第七舰队 想要压制不断升温的台海局势 而这个周末北韩也来凑人脑 又接连发射了飞弹 搞得局面看起来东北亚也变得越来越紧绷 另外IS的首脑巴格达迪 五年来首度露面 证明他没有死 而恐怖攻击将进化变成全新的宗教战争了吗 来我们介绍今天要请在三位来宾 同样都是教授等级 首先是陆委会的前副主委 丹家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黄介胜 华老师 各位观众好 明镜长立委 郭正当教授 大家好 以及实际大学讲座的教授江敏青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心2019美国国防部报告 其实各个媒体对于这份报告的内容 解读的角度 还有它主要的关注焦点都不相同 但永康稍微做了一下各家媒体的一个总结 这个报告内容大概有几个重点方向 首先美国呢 他们做了结论 北京窃取的机密 让中国大陆的军队快速的现代化 第二 解放军在美国的眼中 已经确实变成了全球性的军队 第三 大陆利用一带一路增建海外的基地 第四 美国也认为大陆的潜舰插足到了北极 这威胁了美国的本土 其他三位来宾 这个美方的国防部的报告 是否已经把解放军当成了心中最大假想敌 你怎么看 Yes or no 已经超过俄国的位阶 现在是美国的最大假想敌了 三位都赞同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中国大陆是美方最大的一个敌人的话 那美国有什么做法 就来看我们这个大画面了 大家看到这段画面是来自于网络 当然这样的画面的清晰度跟角度 当然是美方他们自己所拍摄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美国现在军方决定 因为包括了东海 包括了台海的局势升温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认为现在 大陆解放军的核潜舰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他们决定要派出美利监号 这是美方非常强大的一个攻击舰 它有个别称叫做闪电航母 为什么叫闪电航母 因为它可以搭载 总共20架短距离垂直起降的F-35B的战斗机 这是专门为美国的Marine 所建造的第五代的战斗机 所以攻击火力强大 接下来要进驻到日本加入第七舰队 请教一下黄老师 这个闪电航母 媒体上面所介绍的美利监号 能够搭载20架的35B型的话 算是攻击火力很大的 是针对于这个大陆的核潜舰吗 对 这个美利监号是一个新型的 我们叫做两栖攻击舰 是 那么所以 现在最大的差别是两栖攻击舰 这个它的英文代号 不论是两栖攻击舰或者是两栖登陆舰 都是L H A或D 那个H是直升机的意思 过去两栖攻击舰上面放都是直升机 可是在垂直起降的F-35问世以后 那么它就跟航空母舰的 中间的差距就变得比较缩短 像有点像轻航母的对吧 对 但是我还是要说回来 这个它的作用 两栖攻击舰跟航空母舰完全不一样 航空母舰最重要的是区域的空优 要能够保持 那么但是这个两栖攻击舰最主要的使用者 还是海军陆战队 也就是说陆战队远征军 它靠的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 那么所以它在登陆作战或者是向岸上投射兵力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台 向岸上投射兵力 对 那么所以在第七舰队现在增加了 其实我们讲内航化的 它是太旧换新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增加了两栖攻击舰 而是用更新的可以搭载更多载台或飞行器的 这个两栖攻击舰取代旧的两栖攻击舰 那么又配属在印太地区 所以它对于整个区域的 就是配合美国整个要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 是有相当的关系 老师刚刚提到一个航母 所以主要是控制海面上的一个空优 那这种攻击舰的话 你说有投注兵力到路面上的一个优势 部署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用意最大的什么 如果爆发路面战争的话 因为西太平洋 我们不要讲印太地区 光西太平洋有很多岛礁生意 岛礁的部分 对 那么所以另外就是 像地面投射兵力 有很多像陆战队 在澳洲有 在日本有 在菲律宾有一部分 都是比较属于特战性质的 所以基本上海军陆战队是 是向 由海上向陆上投射兵力 的一个作为 而它的载台 就是两栖攻击舰 老师的一个说法就是 这也不是完全一个 新加入的一个闪电航母 而是某种程度来讲是 太久换星了 不过美方的动作真的是高调 影片他们拍的嘛 那么这一次呢 看到美国军舰再一次经过台海 4月8号 他这一次跟过往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是主动打开了船舶 自动辨识系统 AIS 这个系统应该就等于是 告招天下 我是美国什么什么 骚到军舰嘛 等于是告诉大家 我是谁 我的身份是怎么样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委员为什么要如此的敲锁打鼓 因为他走这个台海 是蛮频繁的啦 但这一次是第一次打开了 AIS告诉大家 我来了 为什么 因为北京在3月31号也飞跃中线说我来了 啊 地上往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美国本来就会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回应啦 可是那个回应的拿捏就是很技巧啦 因为他也不好跟台湾直接联合军演啦 对吧 所以就更明目一点 比如说他派的船的等级啦 以后 进入台湾海峡也许会不一样 过去就 比如说这个就亮出新招 就说我就是来了 其实对于台湾或者是大陆来讲 美国的军舰来 所有的军方都可以掌握到 但打开这AIS 等于不是告诉军方而已 是要告诉一般的 就跟上次 民间都知道 自己发布新闻一样 那前一阵子不是还有那个 法国的军舰也经过台湾海峡 那没有去参加他的军舰节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陆续的东西 因为坦白讲这个整个太平洋 西太平洋的海域啊 有一个地方是美国防守的黑洞 就是越南跟南海这一块 因为越南它没有办法驻军啊 然后菲律宾那个航空基地 现在又在修 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黑洞 黑洞就是说 北京填海造路 不断的向军事基地化 可是美国在这个地方 却没有一个陆地上的基地啦 所以他势必要透过 更高的级别 更重的盾位啦 不同样式的军舰来这边 展现武力嘛 不然你怎么制衡 所以你看这个 所谓的闪电航母 美利捡好这样的一个攻击舰 他如果有一天走台海的话 也不用太压抑了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不是航母 所以那个 讯息没那么强烈 但又高于一般的美舰 我们台湾也是黑洞啊 因为美国不能在台湾有军事基地 是啊 所以事实上从台湾 然后菲律宾 因为上次碰到火山爆发嘛 所以那个基地也不能使用 然后一直到越南 越南他也没有基地 所以这一路都是黑洞欸 对美国来讲啦 是 那亚洲地区这个地方 的战队地位这么重要 美国怎么可能没有部署 所以黑洞要免除的话 就必须这样的美舰 会变来变常态化 对 我看到这几个字 常态化 常态化可能 台湾老百姓看来觉得 safe 安心 因为美国的军舰都在那边走来走去 所以比较安全感 但香港的媒体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当美国的军舰 航行在台海上面 变成一个日常 变成一个常态 变成一个 常规的话 其实是风险增加的 台湾不会因此更安全 而是更加危险 老师你怎么看一下 老师 就当然是如此啊 什么叫世外桃源 就是与世无争 最好大家都不要注意到我 我们看到那个 踩气球游戏 是个最典型的比喻 就如果有一群人在踩气球 每个脚上都有绑气球 董康 有 剩最多气球是哪一位 剩最多气球 是站在边边看 不要加入战局 还是我冲下去东踩西踩 邓黎君告诉我们 路边的野花不要踩 提手旁跟竹都一样 乱踩一通 你踩别人 别人踩你 我觉得你的位子 不是在纽西兰啊 我的意思是 那个态度架势要做出来 是 其实台海之间 台湾海峡最好的方式 就是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这最高原则 散边边啊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兵家必经之地 跟必争之地不一样 我长话短说 过去所有的兵家必经之地 它有一种类型叫 政治中心型的 像长安洛阳 第二种是 战役指挥型的 像荆州 第三种叫 交通孔道型的 像这个虎牢关 或者是这个汉中 那有一种叫 战役遮障型的 像山海关 或者建阁 那台湾现在是处于哪一种呢 我觉得 现在几乎是处于 两个活跃互边缘 如果台湾的海峡 把我们让美军无条件 或者是经常这样通过 以我一个外航人来看 我跟一般民众一样 这两个是专家 一般民众的看法就是 你把自己变成火药库了 万一着火怎么办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是 是 荆子在劝学习篇里面说的最好 他说 植地张 而公使致 你自己要当剑把挂起来 剑一定射过来的啦 是 全世界道理都一样 所以最好的方式 我为什么讲说 如果能做世外桃源 这也许你想 你讲说 但台湾有没有办法 能够免除这种 成为火药库的可能 如果我们变成巴尔干半岔的火药库 我觉得未来 那个风险很高 得不偿失 他要来我们 这个就是台湾杯的部分 我们 台湾是不去玩火 但是一有失火 风一吹 就吹过我们这边来 我们看 这样子变成一个 常态化的一个 美国军舰 航行在台海面上 接下来会变怎么样 这是美国智库的 一个研究员做了分析 这一位 伊斯安之前发表的论文 我们节目也讨论过 他说 如果说美舰 高调地经过台海的海面上 下一步 他的研判就是 美国跟台湾会展开 联合的巡逻 演习 甚至是 港口互访 教授你认为 黄老师 有可能到 军方港口互访吗 这不就是之前大陆对岸所讲的 美国军舰到高雄港的那一天 就是解放台湾之日吗 大概在三年以前 美国国会已经开始慢慢有声浪出来 就是要松绑 也就是说 不要因为没有邦交关系 或是没有同盟条约 所以美国就 让台湾孤全在那个地方 美国要关切台湾 要增加台湾的对抗 这个 防卫自己的能力 那么另外多跟台湾方面交流 所以 在我们过去看到的所有的 包括国防授权法案 包括台湾旅行法 以及一堆没有通过国会的提案里面 都有提到要加强两军 就是台美双方的交流 那么包括联合演习 不过这些演习或者是军舰 目前都还在 有很大的一个维度 比如说联合演习是美国自己办的 只有美国人参加演习 我们去观摩 还是我们去参演 参演的是小部队 比如说少于一个连 还是说有比连更多的 这是规模 另外一种演习是多国的 多国的话就比较敏感 为什么 因为北京抗议的成分就会高很多 是 那么在美国本土自己的演习 那北京抗议比较低 如果是在海上 或者是即使只有台美双方 那北京抗议程度就比较高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美国提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军舰互访 那么军舰互访 确实我们讲过以前 这个成为大新闻的 美国驻 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馆的公使 公使 李克星他讲 他说 这个您刚刚说的 只要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解放军武统之时 那他讲的当然是美国的军舰 直接到我们的左银港 的这种访问 那么但是 去年就有一个新的消息 说美国如果来的话 会是医疗船 对 写在美国的法案里面 那么这个医疗船 它的那个敏感度就降低很多 它是救人的 它是人道的 那么到底行不行 我觉得台湾和美国双方都有蛮多聪明的人 可以在执行这个方向 但是选择一个低强度的 这个就是 难的部分了 上次来的是研究权 对 医疗船还更低 黄老师想跟你请教 因为你刚讲到美方 从三年前就开始做了 那不管是台旅法等等的法案通过 就是希望 美国跟台湾的军方 能够多一些交流 交流的层次方式非常多 你刚才提到了 可是刚刚 江老师也点到一个非常 妙的一个比喻 我们脚上把那么多气球 如果你在那球场上去踩的话 那就增加自己的风险 球会破掉 你的看法呢 就是如果我们跟美国展开了一些 不管是各种层次上面的交流 巡逻演习 或者是一些 他们在军事交流 我们去观摩 等于我们也进入那个球场当中 脚上绑的气球 那你会觉得说 我们应该在置身室外看比较安全 还是要去当中 我要分两块来讲 踩气球啊 比如说是在西太平洋 或台海附近 你进了球场去踩气球 那我们现在是带了气球到美国去啊 跟他们练习 练习说如果别人要这样踩你 你怎么样躲开 那么最主要美国这样做 其实我必须要澄清一点 我不是帮美国人讲话 我觉得是台美双方共同都有这个认知 为什么 因为从1979年以后 我们的 因为政治因素 因为外交因素 所以我们的国军接受 或者与外军互动的 那个比例变得低很多 所以我们等于是被关在 他们叫做孤立了 就是我们的国军被孤立 所以我们的 我们有很多军人 他并没有外事经验 他不晓得国际上现在作战的太阳 战争的本质 科技的先进 有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被外交关系所隔绝了以后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国军有机会了 所以我可以去见识 我可以去开眼界 我可以去了解更多 现代军事的科技 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 我不是要挑衅北京 我是要现代化 我要让我的军人能够更国际化 这个本身来讲并没有错 可是 这个事情重叠到什么 重叠到 共军的战机跟美军的军舰 一直到你家门口来绕 我们又不能告诉他说你不要来 所以 这两个堆叠在一起 就会让 台美军事交流变成很敏感 而且当中就需要 刚才黄教授所讲的 聪明人来做写操作 这个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 那个义士安 那张本人 义士安事实上 他老婆是台湾人 那他是薛瑞福的大弟子 他对薛瑞福 薛瑞福现在是美国国防部 就是亚太地区负责人 是印太 印太地区 现在增加了印太地区 那义士安也有来立法院拜访过我们 我见过他 那他就跟我讲一件事 那个王帝宇啊 罗智政也都在现场 这个印证了我们黄教授的说法 他说美国国防部因为跟大陆有很频繁的军事交流 那他就感觉到 美国军方得到的讯息 正式的政府的编制 从台湾得到的反而非常少 他就认为这是台湾的危机啦 就说 我们台湾想干什么或者缺什么 你讲不上话 这问题很大 他就说 这个我们且不去讲说 你到底是什么立场 要不要要触动两岸什么冲突 或合作啦 光是就这个交流合作 台湾就已经输大陆一大劫了 他是讲国防喔 我还没讲经贸勒 所以他其实就是呼应刚刚我们黄教授说的啦 就说 我们交流事实上缺了一大段 那北京也不要立刻把这个交流 立刻想像成什么军事演习 这个太快了 太快了 交流是很大的一个光谱啊 那如果台湾也不知道美国想干嘛 这个也是危机 这让我想到继续引用刚才江老师的比喻了 我们就是一个独自在角落绑球的小孩子 没有人跟我们一起来玩耍 我跟这报告中还有一点跟委员就较一下 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第一次列出了一国两制这样的字眼 也第一次列出了大陆武统台湾的七大条件 这些条件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聊过 台湾宣布独立 台湾没有宣布独立 但实质独立了 台湾内乱 台湾获得了核武 或者是无限期推迟了两岸的讨论 我们统一的对话 外国势力的干涉台湾内政 或者是外国军队驻扎在台湾 这几点我们过去跟大家讨论的时候 是台湾的军方 台湾的国防部 列出解放军武统的 可能必须出现这几条 但台湾国防部的这些研判 现在列在美国国防部2019的年度报告 委员你认为这有什么样的意义 美方也认同我们的分析了吗 因为这个报告就是前两天出来的嘛 那他当然也看到3331 飞越中线这个事嘛 而且北京还有11分钟 一直越过中线 那武统这个话题 在大陆也确实被提出 加上习近平1月2号提出 两制台湾方案 要求台湾要做谈判等等 所以美国当然是预期到啦 未来 我们且不要讲武统 就是说两岸有军事冲突的机率在上升 因为武不一定是统 有可能是局部的小冲突 比如说 有人就说96年95年那时候 差一点乌秋就有事 或者是太平岛会不会有事 这些都是军事冲突嘛 可是他会引导到武统谈判 就是 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开始警戒了 就开始把这个 两岸发生军事冲突 正式纳入评估啦 我觉得是这样嘛 那这个范围就远超过 那个反分裂国家法 因为反分裂国家法 它不会提到什么 台湾永远核武啦 嗯 这个是军事条件 是 如果就委员所讲的 美方现在军方正是把 这台海今天发生武力冲突 列入 必须要去正式面对的 正式的评估项目的话 想当然了 美方在未来 接下来台海或东海 甚至南海的 军力的部署会增加 我们也看到了 刚才一开始节目提到 同时也有台湾保证法在闪嘛 是 所以就看到了闪电航母 这个媒体煎号 到了这个日本必须要常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北京方面 会有哪些反制的做法 我们回来继续聊 我们上一段聊到 2019美国的国防部报告 点出了很多解放军 不管是成为全球化的军队 或者是他们 非常快速的现代化等等 那么当中 美国国防部报告 还提到另外一点 点出了什么呢 点出了北京的野心 大家看这个 画面上这一段报道 他讲说大陆方面 现在透过了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 在其他海外的地方要增建基地 让很多跟大陆合作的 一带一路的国家呢 因为债务陷阱的关系 到最后只能够出借港口 或者是交通的枢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方提出了这样的担忧 不过大家要问的是 现在担忧归担忧 但是川普他在到处跟全世界 开贸易战的同时 美方有什么样一个反制的能量 我以为你的看法如何 这个军事基地 我觉得 北京实际上 现在布局的比较明显 应该是像非洲的吉布提 那个是因为索马利亚海道 另外一个是缅甸 那是为了印度亚 其实其他还没有那么大规模在展开 可是就是说在 我刚刚就一直跟你重复提到 这个南海这个战略上的黑洞 因为大陆事实上就已经建了 至少三个军事基地的 填海造陆的岛 那那个是具体有作用的 那当然关键是黄元岛啦 我上次也讲过 黄元岛如果开始要填海造陆 变成军事基地 那就变成一个倒三角 那变成一个倒三角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美国当然要全力防止这件事嘛 可是现在杜特地又 又比较亲北京 所以美国当然要看好这件事啦 所以你杜特地在军事上 你不要也被拉着走啊 所以目前黄元岛这个事情是僵着嘛 可是僵着 并不表示不会往前走啊 因为大陆是绝对不可能放弃黄元岛的 因为他如果没有黄元岛 那就只是一条线 从西沙到永蜀 就是一条线 一条线没有用啊 要成为一个倒三角 才构成一个可能的飞洞情报区 所以美国一定是全力防止这个事情嘛 所以为什么印太 其实印度并不重要啦 比较重要可能是澳洲啦 还有日本啦 因为这个就是具体都跟这个区有关系 江老师你看了 美国的国防部的军方报告 来打一带一路 这是跟白宫算是唱双簧了 当然是 其实以川普现在这么强势 就是当他剑指北京的时候 一定是国防部的加以配合 这无庸置疑 同时你也看得出来 现在包括大陆一学看到 这个美军方面的这个Richardson 美军的海军司令Richardson 在今年就碰到中国大陆的 那个沈金龙司令 就直接对话 说未来如果在南河地方 如果有海上民兵或是民警 只要你挂上五星旗 四同军船 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不是把你们弄到自己的同仁 不是啦 是无差别待遇 无差别待遇 是什么意思 是都打吗 当然就是 可是我觉得这是有点离谱 也就是说 不过他有海上民兵喔 对 我的军舰对军舰的接驳接触 跟军舰对渔船 那渔船说海上民兵 或者是海警 他在程度上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一般的民警士犯罪都分等级 他才无差别一律四刑 这个说不过去 这个说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其实显示出 美国目前在南海这地方 刚刚郑大雄讲的很对 就是他现在有高度的焦虑 那怎么办呢 那就加压 但是透过加压的方式 真的能够解决吗 我倒希望 除了双方在整个日益升高的 紧张情势以外 能不能够有些合款的措施 不过这也是高层我们不知道 像中美贸易上 从去年打到现在 大家觉得整个要垮了 突然间就是封回路 最近可能要签协议的 原来是误会一场 因为股市会跌 那这个呢 这个难道不会跌吗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双方都还是一面之间 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 美国的加压的能力还有多少 因为美国现在的美国跟过往十年前的美国差很多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要请军事专家来节目做分享 我想看到美军 其实在很多装备上面 他所看到的 其实是跟过去来讲 消耗得快 而且在增加能力 力道没那么强 请教一下黄老师 因为我们要聊到美国加压反制的能量 你光从最近的维瑞拉开来看 维瑞拉这个 美国在当中多么想要穿着引线 把现在的马杜洛给拉下来 不过测动了半天 最近这段时间不但没有拉下来 反而可能美国会变得有进一步的内容的发生 从这个东西放大来看 你觉得美国消退的力量 是不是比过往来想象来的更快 对 而且这个消 美国开始往比较衰弱的方向去走 已经走超过十年了 十年了 那么所以 当欧巴马总统还在位的时候 宣布sequestration 也就是等于是美国内阁各部会 按照比例统三预算 的这种做法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了 包括美国在比较不危险的地方 包括比如说南美洲 比如说非洲外海 他的海军的演习通通都降低 航空母舰起飞的价次降低 为什么他要节约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谈看美军很强很大 如果你去跟美国的海军 这个军令部长谈 你去跟陆战队司令谈 他会说我现在美军不能马上打仗 因为我现在缺人缺钱缺油 而且过度疲劳 因为之前环太平洋做军员的时候 他们有些编织是戒掉过来的 对 那么 还有装备保养院 所以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政治影响力 比如说 美国当然是比较支持一瓜头 嗯 可问题是美国没有办法影响 对 国会议员的几位 会支持 对 五百多个议员 中间十个出来讲 好像摄影机一照 哇 美国大力支持 但是看门道的人千万要清楚 这个口头的支持 换成行动 那个差距相当的大 美国口头支持 后来都内战内乱了 好多国家都是如此 而且那个总统毕竟是民选的嘛 虽然你说他做票 对 可是人家毕竟是民选的 对 你怎么介入 所以说我有点我想补充 其实 以川普上来之后的个性 川普是生意人 他有点跟过去台湾制造业的老板很像 Cost down Cost down 一切都要成本下降 我们知道对照最近在全世界发生的 过去北约 所有的军费 美国是大腕 他负担很大一部分 川普上来之后要求德国 要分啦 要分啦 每一个国家都要分 好几次德国总理 梅克尔 在跟川普见面场合 还被川普当作要钱 说你要付 你要付 你要付 这样过去不太一样 除了Cost down以外 就是他军力大不如前 从黎巴嫩 从叙利亚 或者从中东 不断地撤军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力量跟过去确实是差 孟老师你从这个学生的角度来 Cost down 所以在美中长时间抗衡 因为贸易战只是短暂的一步而已 长时间美中抗衡的情况之下 现阶段有人说 北京方面对于贸易的谈判 让多一点 但长时间一拉长的话 其实中方占上风的可能性 是比较高的吗 当然是有人口红利 所有市场都一定是从人口红利来的 现在人口最多的就是大陆 而他的人均二线城市 很多地方都比台湾的GDP更高了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即使我们污着眼睛 像日本那三只猴子一样 污着眼睛 蒙子嘴巴 污住耳朵 它就是存在 它的一线城市 好几个人超过台湾的GDP 二线城市也上来 它的整个消费所得 大量的升高 都平不平 差距还在这个事实 可是你从长久来看 大陆现在的方式 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在贸易战场我让 我让 我让 但是等到后面 包括它5G或者其他上来的 恐怕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的主导权 话语权在科技上 5G上 恐怕就意味而出了 因为中美都算是大象 大象它可以撑得比较久一点 因为它体积大 或许可以储量比较多一点 可以消耗 但是如果是他们踩着的草皮的话 就比较惨 我们节目也好几次来比喻 两个大象如果相争 最惨的就是那块草地了 因为台湾现在被踩来踩去 我引述刚才江老师这段话 美国海军作战部的 这个部长Richardson所说的 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列出来的字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北京方面 会有什么一些反制的做法呢 《环球时报》做了一个报道说 不排除解放军 会采取更多 类似飞越海峡中线之类的 强制加强来反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我觉得特别可以值得 拿出来做个讨论 到底是真是假 有没有这件事 为什么放出来的媒体跟消息 后来的一个反应 会有 我们很难预料或做一个判断了 这是什么 这是日前有个报道 一开始是中时的报道 后来《环球网》做了引述 结果《南华早报》 另外也跟进报道 这就是在日前发生的一个事情 是台湾的军机 在跟对岸的共机对峙的时候 飞官误射了红外线的诱导弹 诱导弹 诱导弹就 每次做剧院的时候 一同时间散发出来 很明显的诱导弹 诱导弹 诱导弹散发出来之后 就空中随时 可能会有些台湾走火的状况出现 我想请教一下 黄老师就你知道的内容 而这跟前段时间 蔡英文频频的到空军基地去慰绕 去勉励官兵 然后说我们的领土主权 一村都不能让 是不是给他们太多的压力 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 误设的情况发生 当然我先说一个 这个误设国防部是否认的 说没有这回事 这个时间轴其实要反转 因为那个报道 不管他真假 就是那个报道 他讲的那个事件 事实上是在蔡总统去看这个之前 去看部队 蔡总统包括国防部长 包括参谋总长 为什么要跑到澎湖马公基地 去看天驹部队 因为就是3月31号 这个歼11月中线之后 让总统去衛冕 那么这个中间本身也有一些争议 有些人说你这么多人跑去 去给他讲鼓励打气的话 从好的角度来讲 是慰绕大家辛苦 那从恶意的角度去看的话 就是你一直在 你绷紧一点 你一直在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说我敢战能战 那好不好 这个我们撇开不谈 热燕彈喔 在空军的一般正常 除了演习以外 是本来就规定 到达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因为战术动作你要放热燕彈 有的时候是让官演的人士 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做一些战术动作 透过地面的解说员 去了解他 但热燕彈平常是不太用的 热燕彈的最主要功能就是 是如果被敌人锁定的时候 被敌人锁定的时候 那么为了要避开 敌人飞弹的攻击 所以用热燕彈打出去 让飞弹能去追那个热燕 因为很多飞弹是热追踪的 来保护自己 所以热燕彈 虽然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措施 可是在空军的操作规定里面来讲 无端的使用热燕彈是一个挑衅行为 那么我们一看到这个报道 马上大家又跑去想那个 几年前熊山飞弹啊 是不是又按错 其实国防部在热燕彈空军这件事情上面 我可以非常有自信的 跟观众朋友讲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在因为接触到日机或者是 尤其是共机的时候 没有用热燕彈去做挑衅 你相信国防部的说法 我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 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罗生门 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做这个思考 我们可以要求自己不要 但是要不要去思考 就是说这则新闻是被做出来的 这个消息被刻意释放出来的 那制造了区域的紧张 制造了大家对台湾 对于我们军方的一些误会 制造了人民对于军队掌握自己的训练的强度跟能力的这种质疑 那我是不太喜欢谈假新闻或是争议讯息的人 可是因为这些都要有实质的证据 我为什么不喜欢讨论 因为凡是没有拿证据给我的 我都拒绝讨论 但是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迈向总统大选期间 再加上美国和中国大陆 都在我们台海周边 有一些军事 不管是飞行器或船舰 在行动的时候 对于这些新闻的辨识 变成非常的重要 这个事情我先插误一下 如果说是假新闻 国防部怎么可能就是 没有真心就算了 一个云在天空可以被罚50万 那为什么是假新闻 国防部影响到这么多一个明星的问题 没有继续追究这个事情 NC文有没有罚呢 这个《中国时报》的新闻来源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这个新闻真的只有两岸报道 世界各国的通讯社都没有跟进 包括路透社 美人社 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新闻也没有报 那就只有《中国时报》 然后《兰华早报》 然后《环球》 而且《环球》是转述《中国时报》 那《兰华早报》 我们也知道 马云他去收购嘛 在2015年 所以这个新闻很诡异啦 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件事 是蛮重大的事啊 那其他这个重大 重要的媒体 他也有很资深的军事记者 怎么都没有follow 所以很平心客观来讲 可能会有操作或被放消息的可能性 我知道这个空间存在 嗯 这个空间存在 用意很明显喔 用意是老乱军心老乱民心吗 那问题是人民为什么不相信政府 我说实话 他把这个话训练出来的时候 国防部开计的会的时候 你去做调查 民众相信国防部的说法 或者相信媒体的报道 其实 或许 调查出来的数字跟结果 会出带来意义之外 因为书三第一时间误射 就是更加紧密 嗯 有些飞弹要射 他除了自己去处以外 他要接到一组密码 双方 从别的地方再同时按下才有办法 那如果是核弹级 或者其他更高级的 那有更多的红毛辨识 或者指纹等等 或者声纹等等 那这个我相信 他应该会有一些 防呆防错的措施 要误触没那么简单 我是外行人 我先说 以一个外行人的观点 来看这个问题 军事这件事情 你刚刚听到物射事件 我以为是日本 以前在侵犯台湾 还好不是 这个物射事件 那是历史真相 这个物射事件 因为前面有熊山的飞弹 大家觉得说 有一就有二 可是为什么 一个军队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先是海军再先 后来又有空军 整个军际是不是崩毁了 其实这一则的新闻 如果数真跟数假 后面当然要进一步去厘清 可是整个过程 大家对军队的信心 会逐渐的丧失掉 就绝对的信心没有了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 因为误触 让台湾紧张情绪更 男家也溺料 会不会有人 在这样的紧张情绪当中 又捡到枪了 在地上 果然我捡到枪的意思就是 捡到话题去操纵自己 我每次看到这个 就很紧张 说两岸越紧张 越有人从当中 获得政治获利 那很像古代的巫术 用活人献祭一样 台湾老百姓就被他去烧 你们得到政治利益 多数台湾的民众是无辜的 就活人献祭了 去好像要着火一样 把他们烧掉 这个国防部记者会 基本上一般民众 听起来都很无味 因为都没有 亮点不多 这为什么 我只能归纳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 军方本来就是比较保守 他有一些东西他不会做 太多详细的说明 那这个我就不讨论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是你讲出来的每一件事情 你的敌对方都可以查证的 尤其是双方 这就是为什么 譬如说到底有多少共机 在过去24小时 在我们台海周边 有多少船舰 为什么军方的讲法都会没有亮点 因为他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我们随时保持监控 请国人要有 对国防 对国军要有信心 他只能讲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老实讲 在现代战争来讲 你就算所有最厉害的关通系统 通通都在 到底是24架 还是26架 有些时候 你必须要有时间查证 所以你不会讲说 共机多少架 在什么位置 你不会讲那么详细 为什么 因为你先要查证 你是不是全部都知道 如果讲错的话 对方会知道 因为他知道他有多少架飞机 多少船 讲错还有讲错的说法 所以 提供假的情报 老乱敌方征收能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国防部每一次对外发表新闻的时候 都不去谈细节的 上次是吴钊协说细节 对 所以不能够由国防部来讲 由外交部来讲 就比较属真啊 上次那个熊山物色 因为坦白讲 因为打死人啊 那事实上张志军第一时间就问这个问题 嗯 那可是这一次这个事件 我们没有看到解放军有任何回应 所以当中背后很多 大家很多可以去想像是否有操作的一个空间 不过回应刚才江老师所讲的 剪刀枪 这把事情 蔡英文总统最近的民调不断的处理反弹 一直在往上面走 看翘 跟一路剪枪有很大的关联性 当中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不管是两岸的军机 有没有对峙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管是包括了美舰是否有经过台海 还包括了台湾的外交的问题 我简短的在进广告之前请教三位来宾 最近所罗门可能新政府上台之后 会跟台湾的邦交生变 三位来宾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个观察 他变新的几率有没有超过五成 你们怎么看 有没有 超过五成 所以如果真的又掉一个邦交国 那蔡总统 既台海升温邦交国不稳 宋楚瑜一国两制的话题之后 恐怕又有更多剪刀枪好发挥的机会了 我们回来继续聊 这周末两年一度的精华演习 在台北港正式登场 跟大家做一个稍微的简报 这个演习最主要针对的内容呢 过往都是对于反恐项目比较多 做士兵操练 过往行政院长主持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不过黄家松为我做了一个补充 说马总统过去也去过 来今年呢 特别结合了海安演习 扩大办理 选在台北港 除了模拟恐攻之外 今年还特别加 一点不同的一些任务在当中 今年还针对了共军反斩首任务的演练 而且是蔡总统亲自主持 黄老师你认为 这个为什么今年要特别加上了一个 反斩首 而且选在台北港 台北港的以前演过 精华演习以前就在台北港 在高雄也有过 对在高雄 那么基本上它是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 来操盘 是 来整合 您过往也有参与过 对 那么每一次会选择一个主折部会 来办理 那么我想海安演习本来就是海巡署的演习 那么现在在把精华演习所谓反恐 精华演习是行政院层级 所以行政院长是最高指挥官 那么来做这样子的演习 我觉得今年把它放在台北 一方面可能就是节省资源 就是把两个演习啊 把它并在一起 然后把它的想定复杂化 然后加速一些 过去曾经没有演练过的项目 想定复杂化这部分 小弟补充一下 总统今天上午支持的时候 特别强调 借此演习让国人了解 国土主权 寸步不让 民主自由坚持不退 对 感觉跟反恐 稍微 感觉刚刚今天我刚刚讲的总统有的说话 好像更提高了一点 对 好像针对是就是解放军嘛 就谈话来讲的话是 有拉高这个政治意涵 拉高的用意是 对 拉高今年选举年啊 就大家都知道的 就不用多解释了 是 那么今年也是第一次这个 精华演习啊 总统有登舰的 登舰 对 不他登的是海巡署的 对 过去也是海巡舰在演练 可是 可是因为 为什么总统不要上舰 因为恐怖分子是要在船上被歼灭 所以有很多演的部分是要使用到那条船 那么这一次不但登舰 而且有开出去 所以 我说想定复杂化了 这个也无可厚非 就是说让总统从 不要坐在观理台看 到船上去看 他可以有不同的视角 我觉得整体来讲 这个就是行政院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做的演习 那么现在总统快要选举搭个台子 搭个台子 让总统有机会 去增加这个曝光率啊 而且再次高喊 国土主权寸步不让 对 那么当然啦 一方面 是可能增加政治的意涵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 民进党初选还没有 举办的时候 尽量扩大他的曝光率 升量 升量 三年统帅 不过今天上午我看到很多媒体同业 也一起登舰 然后就用脸书做了直播 他比较靠岸边 所以还可以有讯号 结果看了以后呢 这个 船上面播放了一些歌曲 这个 快乐的出返 改自于日本的演歌 大家应该很熟悉 卡梦咩 卡梦咩 在听到这歌的时候 很多记者脸上就三条线 为什么 这个演型似同作战 但在海上播放的是 快乐的出航的歌曲 但是海巡书长说 因为刚好这个 播放歌曲的时候呢 是在转场 第一阶段刚演习结束 第二阶段还没登场 大家放个歌 轻松一下 这个 这个 大家就 当做一个消遣愚论 他也不能放流浪到淡水 对 OK 那条歌是谢阳田的竞选主题曲 是喔 对 在台湾的船舰上面 放日本的演歌改编了 大家就很多 对 就很多想象空间了 不过这个 这个让借此来搭个台子 搭台声量 蔡总统最近这段时间 延续我们上段所讲到 他的确 有很多机会让他发挥 包括了台海升温 邦交国可能会生变 宋楚瑜 他已经否认了 提一国两制 不过话题也在发酵 很多人说 这个蔡英文 运气也蛮好 这么多的话题 他刚好在那个位置 他有这样的一个 援手的一个高度 也是可以让他去做发挥的 也因此 反应就在民调上面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两岸政策协会 所做的最新的 总统大选民调 蔡英文 他的民调数字 其实 虽然还落后 但一路在缩小 不管是跟韩国瑜 或者是郭台铭的差距 你看看 甚至在韩国瑜 蔡英文跟柯文 和柯文哲三个人 比较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还 赢了柯文哲 这是在去年11月 你根本难以想像的 这民调出来之后 韩国瑜依旧是 蓝绿通杀 没有对手 那 郭台铭的话 他出来 对的是柯文哲 跟蔡英文的话 他是胜的 但是郭台铭如果 对到柯文哲 跟赖清德的话 郭台铭就输给了柯文哲 但其他 韩国瑜都赢 请问一下江老师 你对于这一个 郭台铭 小说柯文哲 你有什么些观察 郭台铭是 最近这一个礼拜 才刚宣布 他有意去参加 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虽然几步比较慢 虽然他储备了很久 不过 他正式宣布也不过是 十天左右的时间 而且他开始出手 对每一个人 对郭台铭的评价不一样 我跟他完全不认识 但是我觉得 他有他的想法 他的背后的公安公司 还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配的度也很高 按照节奏再走 我认为他后市会看涨 后市看涨 不是他们家的股票 我的个人 个人 那蔡英文那 你是跟其他家政老师 因为他出来 虽然才短短十来天 但有关于 把他纳入的民调 已经出来了四五份 对 他的民调数字 是往下走的趋势 比较多一点 接下来看他怎么去做 反正这个上下 韩国瑜那个五点声明 对他很伤 对 目前我一直都还是在标准之内 差之内嘛 那总统站在总统的高度上面 他有各式各样的重兵器 可以使用嘛 不论是两岸 不论是国防 或者是企业 或者是政策工具 他每一样其实占尽优势啦 所以如果蔡英文还没有赢到很多 我觉得是用耻辱 就你占尽所有优势 即便拉伸 你占尽所有优势 你占尽所有优势 照理讲执政者执政者的优势 其他人除了郭台銘以外 在潜力财力上面 都不如总统 总统那个整个政策的工具 是非常庞大的 他一说核四不要 要用风力发电 一边就是两兆新台币 那可以让所有群体公共人员 不要年改可以吃十年 那现在不可能就是 不要 年改还是要继续处理 这个转型正义 两兆是20年 那两兆可以放过来 到2025能不能做到 他都在未定之天 就总统他只要一声令下 很多政策的方向 跟国家的资源 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 所以我认为 从这里看得出来 其实台湾的民众 也在改变当中 尤其从最近 国民的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或者指的是地方立法委員的部分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现在台湾的民众 其实不分党派 只有洗信念就 洗信念就 没有意识形态 你只要看叶宜金输了 不是输到不好 而是他觉得 你都做过好改了 不然要怎么 或者是 在桃园的地方 或者在其他地方 或者是李俊逸 那个李鸿喜的老儿子 他也很努力啊 但没办法 那就是输 国民党民进党通常都一样 就民众觉得 永恒都是你们 洗信念就速度太快了 你们在做 那个周转率很快 所以我倒觉得 这几个人也是一样 不论是蔡英文 赖清德 韩国瑜跟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算是相对的新 但相较之下 柯文哲 每次我进入国附建议馆 现在 现在 都发现 你不是跟我讲五大弊案 五大弊案的弊 从作弊的弊 改成逃弊的弊 你跟他五大弊案 他每个都不跟你讲 柯文哲我就请教一下委员了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 我把结束 好 是 那个大巨蛋从他是大坏蛋 混蛋 他一直说要把他打破 重新做处理 现在已经在铺外面的玻璃帷幕了 官方你走位 你自己看一看 他刚好要落成了 你 大和解 不是跟我们长孝的 大和解 你以前讲 你以前讲那两个 那个蛋这么坏 结果现在外面玻璃帷幕 那个鹰架的 已经弄好了 现在开始弄帷幕 帷幕 就开始起用了 他起用你还是会去啊 无大弊案 逃避了 我说一个数字上面的实话 他那民众会是笨蛋是不是 三小也没差 因为他的数字还是在那边 我以为你之前讲过说 我前天前天请教 为什么铺天盖地的打韩 你当时有一个说法说 因为他就是锁定最强的嘛 这样子可以把柯给边缘化 我上次请教你的时候 应该也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到现在 柯也没有被边缘了 你看 全部都还是26 28 甚至在郭台铭出来 柯还赢欸 这份民调 两岸政策协会的民调 通常都是高估率啦 因为我所有 我看过所有的民调 柯文哲都没有苏民进党 所以他是更高 那这个柯文哲的民调的 底气在哪里 就是讨厌两大党的嘛 简单讲就是讨厌两大党的 所以这个要被边缘比较难啦 所以当两大党越被讨厌 或者你出事出问题 他民调就是在那个地方 比如说韩国瑜一度起来 那柯就被压下去 可是韩国一开始 发五点声明在批权贵密室 又回到柯车身上 那又有一些人跑掉了 就是这样嘛 那比如说英赖 如果初选整合的不好 有些人看不下去 又跑到柯那边 所以他那边是回收桶 好 这个 我觉得台湾的这次大选 大概是由其他来 最精彩 或者是最难以预测的一次 的确是如此 那也有划分很多过去 不可能会发生过的事情 台湾从来没有一个人 表态要选总统之后 还可以直接进白宫 见美国总统 但郭台铭办到了 他这次为了 威斯康辛州的投资案 又再次去了美国 去威州之前先进了白宫 见了川普 川普就跟郭台铭讲说 你要选总统 这不是一个 It's not a good job 但郭台铭也讲了说 他如果真的有机会 他要跟北京说 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给台湾生存的空间 带了两个国旗 美洲 台湾跟美国的国旗 进去送给川普一顶 他显示的就是 我不止 大家质疑我 亲中 我也可以进美国 我也可以亲美 他希望交给大家一个看法 但是 后来白宫也做了一个回复了 他说 川普跟郭台铭 没有讨论到 要讨论支持郭台铭选总统 这个事情 他就是一个great friend 是一个朋友 所以黄教授你来看 郭董这一趟去美国 有没有达到他 希望帮他在政治能量上 加分的效果 第一个新闻量就 就加了很多分 新闻量 为什么 因为各大媒体都跟嘛 而且他开放自己的私人飞机 带了媒体 从华府飞到Wisconsin 对 对不对 这画面真的媒体一定跟的 所有的记者就开始拍他的生活细节 他的报道量 他占的版面就 真的就增加 跨越国际 CNN New York Times 报一个林默娘上四人飞机 就够话题了 而且全程一直报的 全世界都都报 好 对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再回到白宫来讲 今天不管他是不是候选人 如果没有鸿海 没有富士康 他怎么会进得了白宫呢 对不对 那今天所以 因为鸿海富士康 所以进了白宫 我们就不能够 过多去思考说 有一个台湾想要宣布参选总统的人 他可以进去 他其实 总的来讲 其实是一个business trip 对 他最主要是 是鸿海 谈生意的一个trip 那因为有一些运作 或者是有一些必要 让川普动了心 觉得说我在白宫见他一下 那戴这两个帽子 其实这个两个国旗的这个帽子来讲 不太能够被解读说 中华民国国旗进入白宫 不太能这样解读 而且他戴这帽子 北京也在看报导 对不对 他在大陆还有那么多事业 已经看到应该是被马赛克过以后了 他生气了 过来已经生气了 或者是只照那个粉红色那一顶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用 比较严肃的角度来看 这个商务旅行 商务旅行 对 他当然也是透过商务旅行 想帮政治加分 那你觉得有政治加分吗 这个我不同意 这个见完面 隔天 《华尔街日报》就登这个新闻 嗯 那他的标题是怎么下的呢 他说Wisconsin那个投资案有delay 嗯 所以我认为是川普 就顺便找郭总去做说明 嗯 那郭台平就顺势就说 重申啊 他说我保证我威州那个投资案会进行 增加 因为他本来是 本来就是就业量 传出变成研发嘛 所以就业量不足嘛 对 那川普就是希望增加就业嘛 对 那坦白讲还有另外的 因为我知道川普还有另外两个州 也想找 富士康去投资啊 嗯 就是跟他选举都有关系啦 而且富士康去投资美国 那个是有带动效应的啦 对 因为他是龙头嘛 对 他占中国的出口占7个percent 嗯 所以他如果去美国投资 当然会有一些供应链跟着走 嗯 所以这个川普也有战略上的设计啦 嗯 可是坦白讲真的就是因为鸿海 嗯 比如郭台平如果正式成为国民党候选人 没有啊 没有了 那他还是要去华府接受面试 嗯 那个时候川普就不会见他了 是 所以标题下来不能这样下 不能下body 是cash cash is king 现今晚不是吗 我们要讲说选总统 是king 或者kingmaker 嗯 OK cash cash is king 好 来这一趟看看这是 呃 至少他必须要营造出这样的一个 他有能力去 帮自己加分的机会了 还有一个民调也是两岸政策协会 给大家再继续看一下 蓝绿方面 谁比较可能代表各自的党来选2020 蓝营的部分 最看好还是韩国瑜嘛 郭台平目前26% 韩国瑜39% 不过在绿营部分 我要可以特别请三位来宾帮我 评鉴一下 蔡英文在刚才上一份民调当中 其实跟蓝营或者是跟柯文哲PK的时候 蔡英文的支持度还是没有赖清德来得高 不过小赢1% 小赢1% 但是在 谁比较可能代表民进党这一部分呢 蔡英文赢了赖清德4% 也就是说 这不是支持度喔 这是看好 看好度 看好谁可以代表民进党 对 小赢现在已经赢了4%多 已经超出了3%的这个误差值了 所以 看起来很多人认为说 蔡英文是比较有机会的 请他三位来宾 你认为 蔡英文不断剪刀枪 从去年11月 民进党9月11的大败到现在 以拖待变 拖到 赖清德已经 在看好度上面输给他了 请问你 有没有真心佩服小英总统 有 有有 而且我的评语是 北洋军阀 吴佩服啊 佩服你啊 真的 意志力之坚强 你最佩服的是哪一点 意志力 必胜的决心 他脑子里面没有输这种感觉 不论外面情况怎么样 任而东西南北风 我就要向前冲 了不起 而且各种场合都去 愿意调整自己 他完全是放下身段 国民党过去这些比较老一派政治人物 没有参与我们的身段 连博恩夜夜秀都去了 他每一样 真的 他的一个菜喳嘎都可以快文快答 答得好不好 是 他可以去那个本土去散家巴掌 都都去了 他每一样都去 就是只要能够增加声量 他都愿意做 我觉得那个 求胜的意志 跟求胜的意志 两者 真的 北洋军阀 吴佩福 那委员你 你认为赖庆德 就真的没了吗 不 我跟你讲 事实上两岸政策协会 本来就比较偏蔡英文 事实上同时间有另外一个民调 是制限基金会 那是独派的 赖庆德还是大赢 所以坦白讲我们党内的民调现在已经各说各话了 对啊 未来你们要做民调的话 这都是你们可能会采用的 我知道 这个是很麻烦 而且我也知道有一些人 还是坚定相信赖庆德的民调是赢的 可是就说我们也看到 因为他毕竟是先任总统 所以你可以陆续看到 包括郭台铭韩国瑜 现在如果要批评民进党政府 针对的都是蔡英文 对 没有人讲赖庆德 不会讲赖庆德 因为赖庆德不代表党也不代表政府 对 撒失去那位置更高度 所以你那个 那个声量一定会慢慢下降 嗯 而且赖庆德走的 选的蛮保守的 我们说实在话 而且走的也蛮传统的 蛮绅士 绅士也是啦 可是就他的接触点 因为我以前帮陈远远助选过 陈远远是一开始那个求色金就非常强啊 然后支持群就非常多元 可是我就感觉赖庆德的支持群好像都是 都是大概都是固定那几群啦 清德兄真的是君子啦 就江泰公钓鱼 你第一次 你这样钓不到鱼了 清德兄 勾都弄下去了 而且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啦 秘密 他的行程真的没几个 而且记者还要打电话去问说 请问你今天要去哪里 那张一文是每天大量散发 说我今天要去哪里 这样 清德兄这个里水山水 所以选选举是要靠操作的 我们快去聊 这个周末东北亚的局势也有些转变 看到的是北韩方面 在五月份川普要去日本访问之前 又射飞弹了 这射了很多枚的短距离的飞弹 朝东海40到200海里的地方呢 射了飞弹 那会有什么样的局势演变 我们等一下聊 不过先看一下日本 日本这礼拜有件大事就是改造换代了 这是平成要正式改成令和了 那平成呢 这两个字是出于史记跟上书 内外天地也是名人天皇鲁地的目标 希望内外天地都能够一切太平 那跟周边的国家友好共生 但这30年来日本到底在平成年代 发生哪些事呢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时间轴给大家看一下 平成元年导入了消费税 任天堂发行 隔年有这个櫻桃小丸子开播 这个非常好的美好年代 但是紧接着经济泡沫 然后日本发生了几次非常惨重的灾情 像是毒气地铁砂林攻击事件 板城大地震 日本福岛核灾 然后经济消失了十年二十年 到现在有人说消失了快三十年 所以有人总结平成 虽然说他的天皇受民众爱戴 然后也不断地跟周边国家修补关系 但总之给他的评价 平成也是相对于平庸的年代 老师你怎么看这事 你有没有什么给他个注警 我比较不想用平庸 我自己的心情上面 我感觉是一个弥补 弥补赎 然后或者讲难听一点 有一些后续报应的 这样子的一个总和 所以基本上来讲 整个平成的这三十年 日本经历的是一个 我觉得对一般日本人民来讲 是一个相对不公平的一个年代 政治上面 这个换格 换总理的平凡度 这么要看花 这么经济政策的失序 那么让日本的经济 那样子的平庸化 在整个问题上面 我们如果拿日本的政治体制来看的话 真的怪不了天皇 天皇能够管的事情很少很少 他要讲什么话都还要 内阁方面要表达意见 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 都是内阁掌控 所以与其说 我把这些功过算作他个人的命格 或者是命运的话 命运 我反倒是要去看日本政治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日本政客 里面所造成的日本 包括政策上面的失误 包括一些不预期的 这种无法解释的天灾等等 所以江老师来讲 现在得人天皇纪委 有人说新的年号 新气象 希望能够改朝皇代 其实日本没有改朝皇代 他就是换了一个天皇 换了一个年号 所以他能够翻身或者翻转吗 其实也相对于要局限在看日本的 他隔约能够做什么样的表现 对不对 我的评论标题是 改名改姓不如改个性 就我们看到很多在我们同辈当中 如果名字取得不好的 我们那个年代还有什么 高三的啦 阿大的啦 现在比较少 现在取得梦话 我们那个年代 随便 随便 他一起说随便 叫随便 夢幼的 夢幼的 你有第二个朋友用扁住名字吗 对对对 没有 被打扁有 但没有叫随便的 但是改名改姓 不如改个性 其实 日本真正的问题出在政治 我同意 借着我讲的 对 你如果今天到北海道 或者到日本京都 到任何地方去 你对他们生活 对他们人民的手法 撇开民族情谈不谈 我的旧生活品质 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法治观念 法治观念 甚至他的许多日用的小物 都仍然能够贴近人心 他的厕所是 整个世界上熟一熟二的干净 所以我觉得 就整个民间的力量其实是强的 日本还有最多这种 所谓的电子产品的专利 像我们所熟悉的AMOLED AMOLED AMOLED的专利 原来是日本人做的 他们研究发生 说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发热 有什么东西能够发热 能够发光不发热 他们研究各式各样的东西 后来发展水母 去催着那样的东西 那三星后来从Sony 买了这样的专利 那三星把它发热光大 变成它的面板最漂亮 AMOLED 专利还在日本人手上 包括许多看到电子产品 所以如果说 他们问题在政治 日本的政治人物 跟过去那种 以天下信号为己任 几乎都不是 几乎都是玩法弄拳 安倍 每个人对他的看法不一样 我倒觉得安倍 对于右翼或者军国主义 适时刻刻都想干这些事情 那他并没有把绝大的心力 放在经济上 安倍在前面设了三件 后来又做了许多 大量的货币宽松政策 但都没有让日本的经济起来 日本过去的产业是自我精进 我做最好的东西给你们 但是跟世界很少接轨 它是一个封闭的 包括它的移民政策 它的劳工政策 它跟世界是封闭的 日本 也难就是东南亚的VIP 东北亚VIP Very isolated people 很孤立的一个 你要进去不容易 但是你要进去 要去做观光课 非常棒 好 现在问题就是 如果日本能够打开 它整个产业结构的改变 从过去只制造 制造就是coast down 跟产品的精致化 但如果没有在智能上 专利上做进一步的超越的话 跟世界做接轨 未来它的产业仍然会萧条 所以老师 总归就是 技术能量在民间 但政治上依旧是乌烟瘴气了 因为各自所求不一样 这 台湾人还真的蛮熟悉的 你知道吗 因为接下来 川普五月份要去拜见新的天王 应该可以见得到 那在这时间点 看到这周末 金正恩又 连续射了飞弹 对于安倍来讲 当然是个很好的机会好消息啊 好消息 要重回 舞台的中心 关爱的眼神呢 你觉得他会怎么好好利用 而且因为主要是射短程飞弹 威胁不大 但效果是有 效果就是日本 对啊 还有那个驻海美军啊 对 所以 实际上安倍最大的梦想 刚刚明金兄讲了嘛 就是要让日本变成正常国家 对 所以终究还是要修宪 对 那修宪当然 周边越紧张越好 表示有必要 要强化军备 那更何况 川普又要把那个军备的负担 要求日本承担更多 所以这些是逻辑是接起来的啦 那当然他对川普也不会太客气啦 因为坦白讲 川普 对日本坏的部分大概都已经实现了啦 比如说DPP啊 还有对他的那个关税的惩罚啦 那 我觉得日本真的没落 就是因为没有跟上矽谷这一波啦 那这一波是让最迅猛崛起的 就是他隔壁那个国家叫韩国 对 那日本这一波没有跟上真的差很多啦 就是 全球供应链就因为矽谷 然后互联网或者是电子组件 那整个就全球规格化了 结果日本居然被甩在外面 比如说NEC NEC的东西是全世界只有他在用这样 他的通行系统也是自己用 只有自己在做 VIP 这是他的问题啦 那 这里面当然有出几个 特别的人物像孙正义 对 因为他也是韩国人 他也是流美的 所以可是就只有这么一个 那其他大概都是 情景根根根在搞自己的东西 嗯 那这个就是他如何 从内向变成外向 嗯 变向国际 这是最大的挑战 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 川普之后六月份习近平也要去 对 但日本 我们知道就是 不断的想要跟北京修补关系 嗯 看在天王退位之前也修补得不错 但最近 自卫队又把他们的飞弹射成加到400 这个涵盖到了钓鱼台 嗯 对于习近平去日本 有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认为没有 没有影响 我觉得他们非常清楚 就是要改善经贸合作 嗯 而且双方有极大的共同利益 嗯 所以会淡化这些 本来就存在的冲突 对 习近平到就是成功嘛 叫平成 哈哈哈哈哈哈 我来等一下看你看阿易斯 买回来 来聊一下阿易斯 阿易斯的首脑巴格达迪 在躲了五年之后 再一次露脸了 而且做了几个宣言跟强调 他说接下来要被监禁被杀害的成员 进行报复 那 那将在西非加倍进行武装 攻击对抗十字军法国跟盟友 对抗十字军法国 他基本上不断的把恐攻 慢慢变成一个 跟西方世界的宗教战争 然后斯里兰卡之前的连续恐攻 就是为了帮他们的弟兄 做了一个复仇 将对西方国家展开长期的抗战 请教一下黄教授 为什么他夺了五年 他要露脸 而且选在这个时候露脸 因为稍早 今年稍早其实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要正式宣告 伊斯兰国终结了 那么川普的竞选政见完全实现 那么所以如果说他再没有 我们假设他目前还存活 还能够指挥 那他如果没有做的话 ISIS大概就已经要结束 也支持者会整个当下去 所以那这个的话 他可能变成一个必然的一个做法 今天即使他不在了 这是一个虚构的 也是为了要维持伊斯兰国继续存活 得一个能量了 对 那么当然了 确实恐攻有没有发生 有 确实是不是类似宗教的冲突 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 对 那么当然 这些是不是能够串联是有一个大的阴谋 有一个计划 由他单一指挥 单线领导 这个我们还要有更多的证据来看 关键在我来看有一点就是你的地盘 你的后续发展的晶元在什么地方 过去ISIS强调的是他可以卖油 他自己是最有钱的恐怖组织 那你现在又回到宗教 精神面的 不是物质面的 是 这种 他是一个大转换 Cash is king no cash no king 而且以前当IS的那个里面的成员 薪水是很高的 那他现在给得起这种薪水 而且还有号召很多的女性去那边 那他们的成员可以公当作使用 对 来 为什么会 会不会变成一个 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 以前我们觉得好像去美国 一些地标型或法国贴塔 我们会可能有点担忧 会不会被锁定 但这段时间我们接连看到的 纽西兰这边陲的地方的基督城 斯里兰卡 台湾人去的地方不多的地方 接连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攻击 IS他们就说 为了报复基督城的清真寺被屠杀 所以斯里兰卡 对于教堂发动的连续的连环爆炸 就是一个报复 所以我们开始担忧的是 不只是美国 法国这些美国的盟友 或许一些斯里兰卡 或者是我们不熟悉的地方 我们去玩 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变成片里开花 我以为你来看 而且他锁定就是 像纽西兰和斯里兰卡的 维安意识相对弱的 纽西兰上次受害了那些回教徒 大部分都从印尼过去 那IS本来在印尼就有发展 所以如果说印尼那些人要报仇 然后到纽西兰这种 维安意识比较低的地方 对教堂展开报复 这个可能性当然存在 因为IS已经国际化了 那只是说他未来的钱 因为以前我的印象中 他年收入至少是10亿美元以上 那现在你没有这个钱了嘛 那你绝对很难像賓拉登 因为那是一个家族 那是一个很 这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营建集团 那这个巴格达迪是凭什么 他可能很多组织会在地化 那在地化就是用印尼既有的资源 那纽西兰确实要小心 可是我觉得其他西方国家难度蛮高的 难度是蛮高的 维安意识相对弱 对于美国来讲又是比较 那斯里兰卡那个跟探明尔之湖有关嘛 我也不认为是巴格达迪搞的啦 这是他本来的内战的延续 你从斯里兰卡 从纽西兰 反过回来看台湾 会有可能被是一个目标吗 台湾实在是在战略抱负上的意义不大啦 虽然有 有 我们才做精华演习 千万不要忘记 有过这种威胁啦 有啦 有 因为他认为你是亲美的嘛 没有被美方列在他们的盟友上面 神经被他列为名单 难得国旗出现在美国的官网 是啊 没有错啦 可是 其实这个 ISIS他的根据地被剿灭啊 其实有点像我们以前一清专案啊 对 一清专案过去以后 那很多小弟就会出来 您刚刚讲那个在地话 对 各地成王啊 你 巴格达底你是知道他是谁啊 你只是抓不到他 对 那你一清专案以后啊 那个剩下的各堂口啊 小弟你认识的更差了 对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了 但打着那个名号 而且很多小弟他不是因为宗教的启发 或者是上面的指导 完全的利益 他自己做的 在地化了 我们来看 请教一下蒋老师 因为报复基督城的枪击案 有一个美国的退伍军人密谋 要携起加州 但是后来落网 这个美国退伍军人 后来是改姓了伊斯兰教 所以要在加州呢 对于白人主义集会的地方 要引爆炸弹 但后来提前被抓 所以从过去的孔弓 锁定的是很多的地标啦 这些建筑来的攻击 现在就针对变成是一种宗教式的 一种复仇式的攻击 未来是会可能越来越多嘛 有可能 就有些说化整为零 你不同的容易去抓到 这个整个情况 我刚刚前面提到说 在西方社会里面 因为地广人稀 像纽西兰 那大牢不行 美国也是 所以这种鞭长莫及的地方 比较多 相对我觉得我对台湾比较有信心 除了刚刚精华演习以外 台湾的地方 第一个宗教的融合度很够 柏林士兵中的宗教 都要用宗教去动员 所有的报复性 都必须要极对高度的对立 然后有足够的金元 金脉 如果现在看这个金钱切断了 然后宗教在台湾呢 大教会融合得非常好 所以产生那所谓的宗教的报复枪 或者是类似的可能性不太高 对 台湾虽然有人捡到枪 但必须是少的 总统可以捡到枪合法 一般人捡到枪 他拿去关了 像延青标捡到枪 就被抓去关好久 所以 可是回过头来的 在西方社会里面 我倒怀疑说 这边所有的因为 他的白人主义 然后要去用这个密谋 写起加州的可能性 是因为他用这当借口来 解释分他怎么样 我倒觉得到目前的问题 嗯 说到其实巴格达 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接受美方的一些援助 对不对 对 老师你看这个是 美国也不能说制作力不可能 不过他所有过去 他除了要的一些 谢谢